918地震后的震灾户需要拆除重建 但是物主患有轻微忧郁症 先大扫除安顿身心 中风跟脑麻患者需要掌握黄金治疗期 下肢复健机器人大幅修复肢体功能 阿妈没有读过书 透过看大爱台才能认识字 自创的好话四句连 让他成为万人名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11月23号大爱业安新闻 我是陈珠 918的花莲墙镇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了 但是一份关怀的心意始终不曾退却 今夜的头条新闻为您选择这个家庭的故事 刘女士她一个人独居在妇里 地震之后家屋顶破损了 漏水相当严重 可是刘女士一直郁郁寡欢 患有轻微的忧郁症 满房子的杂物没有办法清理 志工好不容易跟她频繁的互动 取得了信任感之后 进到她家里先来个大扫厨 后续再谈屋顶修缮 天气湿热蚊子多 志工们不以为意 万下腰出草 当地村长跟村民也来帮忙 一起努力 这个社会还是很有爱心 很感谢你们慈祭 冬里有施节腰 就答应说好 做到很高兴 地震后老挫倾斜成了围楼 长期独居的刘女士因而认识慈祭 而旁边她所住的房子屋顶漏水需要修缮 你看还有一包 但因为屋里杂物太多 两个月来迟迟无法动工 花莲一群志工前来帮忙 告诉她我们东西都不会跟你丢 我们一样一样会混你 所以我们就把它慢慢移出来 然后让她在外面看 看她哪些是要哪些是不要的 志工苦口婆心一一询问 协助整理分类物品 另一群人则开始清扫 刷刷洗洗 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有人帮我 我平常都一个人 很好啊 很感谢你们这样帮我 志工更鼓励刘女士敞开新门 引接新生活 你要加油 你要加油 要走出来 大家新闻唐能君 邓明怡花莲报道 联系两天我们带您关注 全球的地牛翻身相当的频繁 今天又有三个国家 不约而同的发生了地震 首先是墨西哥外海这起强震 规模达到6.2 索性没有伤亡报告传出 然后是土耳其达到了6.1 至于印度的地震 规模就比较小一点 我们今天要来关注 土耳其这起地震 事实上是土耳其一个 很常发生地震的城市 叫做都爵 它距离伊斯坦堡 大概170公里左右 这也是一起极浅层的地震 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 透过画面 我们带您来看到 这是监视器拍摄到 因为地震发生的当时 是土耳其的半夜4点多钟 很多人都在睡觉 可以看得出地震当时客厅 家具摇晃的非常严重 民众把腿狂奔逃到户外去避难 结果车路上就造成了大塞车 土耳其的红星乐会 已经展开了救援任务 目前为止初步传出50个人受伤 还好没有重大的灾情损失 好 至于印尼就没有这么幸运的 印尼的展玉市这一起地震呢 罹难人数到今天已经累积到268个人 而且其中很多都是小孩子 因为他们是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教室倒塌了 还有很多是偏远灾区 道路中断了 救援人员根本没有办法 进到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恐怕灾情还要再攀升 而且印尼当地是雨季 就怕绵绵不断地下雨 会让土石流的状况 让灾情雪上加霜 排除人龙徒手挖掘 印尼西藏哇省5.6地震 黄金72小时逐渐流逝 雨震不断引发土石流 缺乏重型机具 本来就困难重重的救援 如今又面临新状况 当局投入上万军警 跟时间赛跑 不放弃一丝希望 因为稚嫩的孩子 是这场灾难受灾最多的一群 病床上都是小小病人 医院量能也被逼到极限 更多灾民则是以临时搭建的帐篷为期所 眼巴巴判着救援物资 当局表示 这场地震深度仅仅10公里 灾区主要地址 是年轻的火山碎屑 加上许多建筑不符合抗震标准 是灾情惨重主因 印尼总统承诺将提供赔偿金 协助民众重建更坚固的家园 大爱新闻秋凯文编译 好 我们看到灾区的医疗量 现在是蛮紧绷的 所以慈济的震灾团初步决定 很可能会在重灾区展开疫诊服务 目前正在评估相关的后援设备 另外 印尼慈济志工 今天前往避难中心 也已经展开了物资发放 墙角的裂缝可以伸进一个手掌 不论是砖造房屋或者水泥器的墙 在强烈摇晃下碎裂在地 遮余挡日的屋顶也已经破损 在家里 在家里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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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出现 在家里的家里 在家里的家里 从此地职工立刻汇整生活物资 隔日启动关怀行程 我们在家里的家里 在家里的家里 在家里的家里的家里 有小孩的家庭需要尿布 玩具和故事书 集用的生活用品包括毛毯 衣服 卫生用品 以及饮用水和粮食 24日慈濟也将办理一诊 地点会设在距离教堂800公尺的地方 达爱新闻达亚尔 利斯奇印尼报道 接下来是一个器官移植拯救生命的故事 但是这两个家庭都非常特别 因为捐赠者就是这个照片上的本人 他是一位30岁的护理师 患有艾滋病 当他辞世之后 他捐出自己的心脏跟肾脏 拯救了隔壁这位62岁的太太 他本人也是一位艾滋病患 这位62岁的太太 他有三个孩子 六个孙子 拯救了他 等于拯救了他们一家九口三代人 院方特别安排捐受赠者的家属相见欢 两家人彼此见面是说不尽的感恩 听听姐姐一爱人间的心跳声 在62岁的受赠者身上 纽顿一家人仿佛听见最爱的亲人还活在世上 受赠者尼维斯有三个孩子六个孙子 即使心脏和肾功能衰竭 想继续陪伴家人的求生愿望 让他勇敢尝试全球首例的艾滋心脏移植 30岁的长照护理助理员 四月因脑动脉流离世 一时紧急进行移植手术 因为心脏和肾脏都配对成功 除了能让年少时 不慎感染艾滋病毒的尼维斯 延续生命 也渴望让更多艾滋病友 缩短等待器官的时间 大爱新闻 武贵甄编译 全球暖化的效应 让这几年很多原本该降雪的地方都不下雪了 或者雪量大幅减少 阿尔卑斯山是最明显的例子 过往我们所看到的白雪挨挨的山头 终将有一天也许要消失了 现在一个观光小镇 就决定把滑雪缆车永远拆除 大家合力把滑雪缆车给拆卸下来 因为这个地方已经15年 没有足够的积雪 缆车也停摆了这么久 于是他们发现将来降雪状况 可能会越来越少的情形之下 只好忍痛拆除了这个著名的地标 滑雪缆车 休息一会儿 三分钟广告之后 回到现场 我们要带您看 中风或者是脑性麻痹的患者 现在有了辅助的复建机器人 可以恢复肢体行动能力 他的一生禁锢在轮椅上 他的思维却能飞向宇宙深处 我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高冬宇宙 它是什么 它为什么存在 透过阅读 走进天才的世界 发现自己的宇宙 你是否还记得 跟妈妈一起阅读的那本书 妈妈总有本事 把故事说得好有趣 在我的脑海里 清晰记得每一个欢乐的天赫 就像飞机起飞 靠摩擦力 创意灵光绽放 靠广泛阅读 谁会不想装上 创意之意 展翅飞翔 阅读吧 开卷有益 英国文豪莎士比亚 一生写了九个剧本 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 他说书是世界的养分 生活里没有书 如同失去阳光 而没有智慧的书 就好像鸟儿 失去了翅膀 阅读 带来智慧 让你洞悉人性 解惑人生 德国哲学家康德 在一次会议上 要述了英国西敏桥的 种种样貌 在座的一位英国人问道 您是何时去的英国 又是在哪里夺的建筑 康德回答 所有关于西敏桥的知识 我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 欢迎回到大爱业安新闻 AI机器人在医疗上的扮演角色 是越来越多了 现在医学界引进这种下肢复健机器人 它是专门针对中风之后的病患 或者脑性麻痹的孩子 要掌握他们复健的黄金治疗期 可以找回他们行动的能力 一段时间之后 医学界发现效果真的很不错 14岁的蔡小弟 以悬吊系统支撑身体 并穿上机器脚 帅气的练习行走 藉由下肢机器人的带动 训练每一个步伐 这是机器在带我走的感觉 体重支撑大概 它的体重的三成到四成左右 然后才可以维持像这样子 顺畅的步伐 以及我们会希望能够练习 它的躯干以及头部的控制 行走过程中 下肢机器人提供激励张力 以及关节活动的及时评估 以高重复性的步态训练 重建蔡小弟的脚步与速度 觉得这样的机器可以是减轻到这样的 而且可以避免它下肢软缩的程度 它机器的引导的程度 可能从80%到40% 60%是它自己在启动的动作 但是又在正确的轨道上面 跟步骤上面 跟速度上面 所以因为这样子 它的力气就一点一点的训练起来 外观具有科幻感的外骨骼机器人 在皮肤贴上感应器 读取讯号 感应到病人的大脑 想要前进的意图后 机器就会带动关节开始活动 只要这个肌肉有被 动作有被侦测到 那就可以带入这个 它设计所设计的模组里面去 开始启动这个行走 北一首创多样性下肢机器人附件中心 希望协助脑中风患者 因神经中枢受损 造成肌体障碍后 能更有效率的恢复双脚步行 当我们的脑部就是一个 这个应该总司令吧 发号司令的时候 它就启动我们 看现在要做什么动作 但是当这个神经被阻断的时候 你这个动作不出来 那你就没办法去带中它 我们发现就是用机器人协助之下 这些困难可以被突破 另外更有动力式下肢助行器 能侦测病人下肢的关节动作 在运算后 竟有马达输出辅助力量 训练病人作战步行或爬楼梯 但其实这几台机器都还是会需要 治疗师手动去调整参数的 所以像刚才提到的调整 悬调到底要悬调多少体重 还有机器协助 机器的协助到底要协助多少 经由附建机器人的协助 希望让脑中风及脑性麻痹病人 更快速地行动自如 带新闻菜篇简缘集台北报道 来认识这位了不起的环保之工 岳凤阿嬷今年88岁 小时候因为历经战乱让她失血 阿嬷一辈子都不认识字 但是她是透过天天收看大爱台 而慢慢地开始学血字 也懂得人生的道理了 阿嬷非常有智慧 她会自创很多的四句连 说给大家听 而且她因为自己不是字 所以她说她读的是 词济大学门外洗 分类速度一点也不输给年轻人 88岁的岳凤阿嬷 是环保站的开心果 淘宅就出门 想咱打载宽宝门 宽宝这天国家人这 无论担心 我们的书兄出门 才没烦恼啊 没烦恼 虽然她不是字 但她就是有办法 把上人的法 融入她的那个禁事仪 滔滔不绝地 跟大家分享 奏宗学 学宗诀 阿嬷没有上过学 但手里做的口中说的都是人生智慧 到哪当事工阿嬷的四句连就在哪 从医疗到环保 再到慈祭委员受证 阿嬷克服失学障碍 圆满助人心愿 只认得自己名字 阿嬷却喜欢看慈祭月刊 新欢念纯的生命哲理 原来不在书本里 而在阿嬷的生活累积当中 《大爱新闻》张泽人 欧阳光辉海中报道 全球人类死亡原因的第一名是缺血性的心脏疾病 而第二名是什么 也许您会非常惊讶 竟然是细菌感染 因为人类长期以来都滥用了抗生素 导致抗药性非常的高 对很多细菌来说 人类已经没有任何药品可以对抗它了 比方说这三种疾病致命性就很高 而且都是你非常常听到的 像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会清洗我们的血液 致死率有14.6%是最高的 大肠杆菌清洗我们的肠胃系统 另外还有肺炎链球菌 清洗我们的呼吸道 都是人类死亡的致命关节 细菌感染竟然导致截肢 甚至差点把命赔上 这并非罕见案例 根据国际权威期刊刺鸽针的最新研究 2019年全世界就有大约770万人死于细菌感染 占当年总死亡人数的13.6% 高居第二大死因 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 细菌无所不在 细菌无所不在 但这五款你不能不知道 近半数死亡案例都是他们引起 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 肺炎链球菌 克雷博士肺炎杆菌和绿农杆菌 摊开地图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 每10万人就有230人死于细菌感染 在西欧北美及大洋洲国家 每10万人只有52人 死亡率悬殊更彰显医疗贫富差距 面对细菌大军 医界纷纷投入资金研发新疫苗 专家也提醒一般民众 不要滥用抗生素 新加坡研究指出 高达三分之一民众就医时 都预期医师会开立抗生素处方 万一医师决定不使用 甚至会遭到质疑 除了破除对抗生素的迷思 勤洗手才是防堵细菌 最简单有效的方式 带来新闻综合编译 当然人类想要活命 更要对抗的是无情的战火 现在俄乌开达 战争超过9个月的时间 有一个国家 它也是间接的受害者 但几乎都被世人所遗忘了 它的国家名字叫做摩尔多瓦 也许您连听都没有听过 地理位置很特殊 就夹在乌克兰跟罗马尼亚 两个比较大的国家中间 摩尔多瓦是一个小国 它的国土面积比台湾 还要小一些些 人口只有260万 而且它很穷 它的人均所得 只有台湾的六分之一左右 那这个国家 自从俄乌战争开战之后 其实它蛮广纳难民的 到现在为止 还有70万的乌克兰难民 滞留在摩尔多瓦 当然这个国家必须支付难民的一切费用 其次是这个国家的8%的能源都是跟俄罗斯还有乌克兰采购的 开战之后它也面临严重的能源短缺 再者就是俄罗斯在攻击乌克兰的过程当中 常常不小心有飞弹就掉到了邻国摩尔多瓦 所以它也受到了一些灾害 可是却始终没有被关注 也没有任何人替它发声 因为这个国家既不是北约也不是欧盟 炮弹不长眼 大门整个被炸飞 俄乌战争除了波及波兰 邻国摩尔多瓦也遭殃 这些战争是危险的供应力和氧 我们不确定我们可以找到复杂的 来热门和热门的家庭 街上一片漆黑 这是因为连接自乌克兰的电网 被俄军炸毁 一度造成摩尔多瓦 全国多处大停电 该国还因表态想加入欧盟 遭俄罗斯报复 大坎四成的天然气供应量 导致民生能源价格大幅飙涨 为了援助摩尔多瓦度过寒冬 欧盟二十一号特别召集募款会议 希望补足十一亿欧元的资金缺口 让该国有能力保障两百六十万民众 及境内七十万乌克兰难民的基本生活 大爱新闻 武贵真编译 家里长辈如果常常腰三被痛的话 是不是也整天都带着护聚呢 不管是护膝 护腰或者护腕 到底一天要带多长时间才是对的 材质琳琅满目怎么选择 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之后 回到新闻现场 带您一起关心长辈们的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热带雨林 我是地球的肺 我微笑着为你们吸收二氧化碳 提供地球百分之二十的氧气 直到你们举刀挥向了我 如果你们不要害我 地球就能灭于气喘叙叙叙 如果我们再不努力 通道一命 无人信免 爱不是手 爱要开口 爱污集污 爱之欲其声 爱到深处无怨有 冰城的快速融化 觅食成了北极熊生存的难题 漫长的密食旅程 体力不支的小熊 往往溺死在中途 当北极都失去北极熊 人类还剩下多少时间 你是哭着来到我的身边的 饿了哭 摔了也哭 我希望你笑得更多 因为不如意是学习的动力 虽然你哭着来到世间 但我希望你笑着迎向未来 每一声震耳欲龙枪响 都在向童年 向希望道别 每一个透显微光的弹孔 都好像灰暗 惊惧的眼神 硝烟征战 毁掉的不仅是孩子 也是 欢迎回到大爱夜安新闻 一起关心天气状况 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周灵秀 气象看大爱陪你聊天气 大家晚安 今天一早在北部还有东北部 就明显转凉飘雨了 来看到地面天气图 就是因为东北季风增强 带来比较凉冷的空气 再加上有一道封面通过 在云林以北云量变多 也变得容易下雨 白天高温一下就降了7到8度 来到22到23度 而在嘉义以南影响就比较小 来看到雷达回坡图 因为封面通过的关系 可以看到有明显的水气 在台湾东南部 而且对流比较旺盛 傍晚在台东发布了 大雷雨的即时讯息 光是蓝雨累积雨量 就超过了80毫米 而且瞬间的降雨也不小 使雨量超过50毫米 随着封面远离 晚上在台东的降雨 会慢慢的趋缓 不过傍晚开始 冷暖空气交汇 形成的华南云雨带 会慢慢的东移进来 影响台湾 所以在中部以北 都会变成容易下雨的天气 而在南部的云量也会变多 所以看到明天下雨的情况 各地都有机会下雨 尤其在中部以北 还有东北部的雨势 会比较持续 局部的雨可能也会比较大 而在澎湖 金门 马祖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其他地方多云偶尔会飘雨 记得出门都要带伞 这样东北季风 在这上华南云雨区影响的天气 会持续到星期五 水气还有云量都偏多的关系 明天的温度会和今天差不多 各地低温21到23度 而在中部以北的高温 白天又来到23到25度 南部还有台东27到30度 预计到星期六 水气才会渐渐的减少 北部东北部还是有下雨的机会 但是在中南部的雨会渐渐的减少 变成多云 偶尔短暂雨的天气 生活follow me看到气象重点 今天在云林以北还有东北部的降温 很有感 高温一下就从29 30度 降到了22 23度 而且明天也是很类似的情况 记得出门多穿件衣服 而在南部还有台东 白天高温还是有27到30度 南北的温差有4到5度 所以南北往返的话呢 要多多注意温度的变化 受到东北季风 还有华南云雨区的影响 在中部以北 还有东北部的降雨会比较持续 也容易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发生 其他各地是多云偶尔会飘雨 这样子的天气形态会预计会持续到星期五 出门都要记得带拔散 接下来看各地详细的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史今天要带您看2018年的11月23号 国际巨星杨子琼正式成为刺剧人 马来西亚想出面的明星 2018年11月23号 国际电影明星杨子琼 在马来西亚慈祭人陪同下 于台中金斯堂拜会上人 听闻叙利亚难民孩童故事 忍不住入泪 也了解慈祭在土耳其的难民教育 希望用这种世界人的爱让他知道 原来国际 世界是这么多人在爱他 这五十多年做的这么多好的事 是我们应该是 他是一个很好的榜养 very inspirational 杨子琼也在去年三月 首次踏入吉隆坡金斯堂 他曾获马来西亚颁发阅读大使 这趟也特别赠书 英文版无量一斤送给志工 也在2021年大毛水患 杨子琼不只说也动手做 他首次感受到正在清扫的不容易 这一天他是志工 very happy that we're here together with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土耳其 马来西亚 to be able to help each other and so that's what we are doing here is to show that together we can resolve a lot of things 1998年11月23号 此季北区急难救助队正式成立 风灾水灾 有很多的地方有那些急难发生的时候 没有这个急难救助队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把这个 我们要去关怀的这个菩萨脚步 来延伸出去 从后面往前面穿 对对对 左手不要用力 右手也不要用力 过空前 假设还翻过去了 我们人俩要怎样上来 你要怎样把人救回来 这也是一门邪问 而在1999年921大地震之后 开始重视通讯设备的建立 行动基地台是其一 我们如果要移动的话也是很快的 移动的话就是关机 天线拔掉 所以我们要求的话 就是机动性要很强 每一年的三月开始到十一月 做急信 三月开始是从CPR开始 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有无线电 通信就是在我们救难的时候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番 五月份开始 我们在做这个救生棚的训练 还有神结 针对重大急难事件 在志工调度整合 及对外联系上更有效率 对灾区发挥更大功效 1996年11月23号 瑞士肖邦表家族 以知名南高音卡瑞拉斯为名的 十二指纪念手表 在台湾售价了十分之一 捐予慈济骨髓捐赠资料中心 由卡瑞拉斯本人 亲手赠予捐款支票 以帮助更多血癌病患 他1987年罹患血癌 1988年重新站上舞台 1997年首度来台演唱 也为慈济骨髓捐赠 录制一段公益广告 健康的健康 有限的理念 当然你会感谢每个一分钟 你的生活 每个一分钟 你做什么 你的生活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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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说的 所以請成為一個獲得 我們會做為人們患病患病 謝謝 家裡長輩如果佩戴著護膝或者護腰 都要替他們注意一下 每一天佩戴多少時間才是最正確的 80歲高齡 早上一站就要三四個小時 所以這樣子就舒服很多 這樣就是就很舒服 不會痠痠 我們要先找專業的醫師評估 看這個痠痛是單純的肌肉緊繃引起的 還是它是因為代償其他神經壓迫 所引起的肌肉緊繃 網路搜尋關鍵字護具 跳出來的產品 連狼滿目 護手護腳到護腰 誰才真正有需要 例如說它已經經過了專業的診斷 不論是哪一科 然後確認說找到了病灶 真正的原因 例如說是腰椎還是胸椎的問題 或者是像膝關節 真的有發生膝關節炎 或者是韌帶的扭拉桑 這些人會比較需要 沒有受傷的情況下 長時間佩戴 因為像說是護腰 如果你就是預防性的穿戴的話 反而會弱化我們的核心 就是它這裡可以支撐 夏天的話 它流汗的話 它會過去就對了 就不會很悶悶的 設計上各有巧思 各大廠牌 材質 功能訴求 令人演化繚亂 該怎麼挑 基本上我們都會建議試穿個十分鐘 主要是說這十分鐘之內 你可以先知道 穿戴著活動 它的感覺怎麼樣 你是不是對這個材質有過敏 醫師也提醒 一般宣稱的額外效果也切勿迷信 更不能過度依賴 大約新聞綜合報導 珊瑚礁向來是海洋珍貴的寶藏 但是海水暖化之後 全球的珊瑚礁大量死亡 現在美國有一個民間團體 試著替珊瑚投保 什麼都能保 什麼都不奇怪 美國夏威夷有非營利組織 替當地的珊瑚礁 投保200萬美元的商業保險 作為將來修復海底生態的理賠金 這也是全美的第一張珊瑚礁寶單 所以如果海洋遭遇到 一旦暴風太強 去損壞海洋 Nature Conservancy 會從保證公司得到 保證公司 這張保證公司期限到2023年底 環保團體希望透過 商業保險的模式 確保珊瑚礁受災後的重建資源 如果它行動 第一次的 美國栽埃保證公司 可以變成一個模特兒 在保證公司遭遇海洋 事實上 因應氣候風險的商業保單 早在墨西哥就開出全球 替珊瑚礁投保的首例 根據路透社報導 近年風災造成珊瑚礁受損 保險理賠的案例 也陸續出現在墨西哥和貝里斯 希望替守護海洋生態 帶來多一些保障 大愛新聞 武貴甄編譯 明天清晨的溫度還是比較低 家裡有長輩和孩子 記得早起的時候添下衣服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 大愛夜安新聞 感謝您的參與 稍後請您繼續收看 人間物體 我是陳竹琪 我們明天見 明天見